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位室内设计师 也自己设计制作家具 但比起这个专业呢 我接触音响的时间其实更长 我是高中毕业时组了第一套 两声道音响开始进入Hi-Fi世界 热爱到后来甚至在音响经销业做了几年 而在综合自己面对室内设计 以及音响器材两种不同的客群经验中 我发现要让空间不突兀 自然的去融下音响器材 同时让音响器材发挥应有的声音价值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所以在传统台湾一家居家空间的设计中 能够达到这两种坚固的效果也很不常见 现今呢居家设计形式越来越多元 所以也需要用更多不同的方式 去做对应的音响规划 包含明面上的亮体设计以及键材选择等等 按面里也有像是布线规划以及电源定位 故我们今天提出一个案例给大家参考 因为在没有做事先的走线规划情况下 安装音响的系统很可能因为各种线材 显得环境凝乱 要是你是想要走简约风 比如说无音风甚至极简风 那么客厅安装音响系统可以参考以下的功法 在今天的案例中我们做一个类似L型的电视墙 其中呢L型墙的立面 也就是壁挂电视的后面 我们先做一个出线孔A B在立面的底部做一个出线孔B 两者之间我们做一个预留管道1 来贯通其中提供电视走线的空间 接下来平面部分 我们做一个左右走向的预留管道2 这个管道2呢要包含刚刚提及的出线孔B 以及所有音响系统的走线 除此之外 可以再做一个出线孔C 来提供电缆以及网路走线 在这个出线孔C 后面我们可以做一个机柜 来设置数据机或者是MODE等等 就是我们来讲电源插座的部分 在立面呢就是电视后面 需要提供一组电源插座 平面呢需要提供四组 也就是在预留管道2中提供四组插座 给音响系统使用 而在出线孔C后面也要提供一组插座 所以总共需要做六个插座 最后呢可以在预留管道2的上方做一个盖板 来挡住里面的插座以及所有线材走线 提供给音响系统用的插座 可以直接安装音响用 或是医疗用的更专业的插座 来提供音响器材更好更干净的电源 在这个L型的电视墙设计中 其中立面电视的壮饰墙木座 需要避免使用木形板等低密度的材料 来做木座外程 而是选择密度更高的交合板 以达到减少共振的目的 接着是平面的部分 其实平面结构对于器材的声音影响更甚 第一 器材尽可能要避免摆在中空的木座量体上 台面也要选择高密度的材料来封摆 第三 在器材的下方 可以选择质量和密度够大的材料作为电材 有的电材呢 才能让声音较能自然理想的发挥 音响常用的电材 是黑金石板 如果想要其他设计的话 可以选择其他的天然石板或者压克力 但厚度至少需2公分才足够 当然啦 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围观层面的细节 要让音响在空间中好听 设备位置的合理布局 其实才是最基本的宏观条件 比如啊 要将两支喇叭之间的距离 设计得不得过宽或过窄 也要避免将聆听空间做过于不对称的设置 我个人认为啊 音乐其实只要透过适合的音响系统 便得以和我们的生活完美的融入在一起 为我们的生活大大增彩 所以当我们去将音响和空间 视作一个整体 开始去用心设计对应方案的那时 音乐与我们最美妙的关系 其实就已经在眼前 随时即将发生 因应串流音乐大型奇道的当今 其实有蛮多品牌都有出所谓的串流一体式博大机 譬如Cambridge NAMM甚至New Pride Lindorf也都有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是NAD的N10 那这台机子呢 它有很大的彩色触控萤幕 也能够对应基本上所有的串流平台 再加上比较平时的价格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至于喇叭呢 是来自于Wapdell Elysian系列 这个系列呢是Wapdell的旗舰系列 那眼前的这一颗是他们最小颗的 Elysian 1 书架喇叭 这个喇叭带着非常精美的原厂脚架 当然啦最大的优点就是 它使用非常高端的气动式高音 以及SCAM的定制单体 拥有这些规格 在横向比起其他喇叭的旗舰系列 它的价位显得非常平静 在这样的扩大机 以及喇叭搭配下来 它音响性非常好 而且它有它很华丽很漂亮的声音风格 今天听下来啊 我觉得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甚至是电视影音 这一套系统都能够到位的表达出来 而且啊我觉得这一套音响系统的外形 只分了有告急感 而且不会过于滑翘 能够适合各种简约的环境 不过在bic着弄成竹帮外 这个北京穿着强的阿弥农 多了